地牛翻身 鏡頭拍下明顯搖晃瞬間 二十一號上午九點四十五分 發生規模五點三地震 震央就在花蓮深度僅僅七點二公里 全台都有感 五分左右中間地區發生潛度有感 國家級警報狂想 狗也被嚇到狂吠 不管是燈具還是魚缸都很晃 而這地震還不止一起 截至十點為止就一連發生四起 雖然規模從五點三降到三點七 但都是潛層地震 不少人擔心是不是強震前兆 碰兩次 碰兩次 對 一次比較嚴重 另外一次比較輕微 一個規模五點三地震 後面帶個四點四地震 其實在臺灣來講 其實都還蠻常見的 就是他第一次破裂 然後破完之後 還沒有把能量完全的釋放 之後他又再引發後續一個地震事件 接連四起地震 震央都在臺灣較內部區域 地震中心研判 主要是菲律賓海板塊 和歐亞大陸板塊互相擠壓後 釋放出的能量 是屬於剛性地質的地震 近五十年的歷史來看 發生規模五點零以上的地震 大概就是十五次 寒之一次本次地震 總共十五次 所以我們判斷說 這個地震 並不是一個比較耗發地震的區域 它發生的地率也不是很大 主震後若沒釋放完 就會有連續地震發生 地震中心說這個地區過去發生的次數不多 雖然民眾不用太過擔心 但也不排除未來兩天還會有餘震發生 三線新聞旅燕州管理財春旗 企業生小組華臉台北報導